那小雲身高有180 女生很少見 比較少見一點 有沒有什麼困擾 衣服褲子很難買 然後男生看到你第一句話 不是覺得你漂亮 都是因為你太高了 露出那種很震驚的眼神 那找衣服困難 那找男朋友會困難嗎 也蠻難的 是是是 那沒有了 其他沒有困擾了 其他就是走在路上 會一直有人有視線看你 我小學的時候 有同學跟我說 不想跟我走在一起 因為他覺得路上人都一直看我 他覺得很丟臉 所以我已經培養成 就是走路的時候 我都只看前面 就是我完全不在意別人的眼光 這樣 真的 有一次我跟姚敏拍照 你們要不要看 好啊 可是只是拍到姚敏 沒有在投個空裡對不對 這是我的困擾 麻煩你站起來好不好 好啊 小孟 這樣不好意思 我真的不是坐那邊的位置 我沒有站在箱子上 而且這個小芸她沒有穿高跟鞋 對 沒有 穿平底的 對啊 太矮了 有壓力嗎 有 很有壓力 對啊 這也是我的困擾之一 到底哪有壓力 那個床不知道怎麼買 不知道怎麼睡 補那麼就好 那什麼叫床 不知道怎麼睡 沒事 我想說一般如果像我這個身高的人 沒有辦法匹配他 對啦 配不上 人家這種一定是睡汪小飛那種床 一千多萬的 沒有沒有沒有 銳碟 銘床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看星座挑男人 主要是因為汪小飛暴走 他後來自己說 他是巨蟹座的 被逼及的才會這樣 那今天我們的來賓裡面就有巨蟹座的 有 有 有 然後這個我們要討論的主角 曹格他也是巨蟹座的 那所以我們今天就來談 這個不同星座的男人 他的優缺點 也認識一下自己 也認識一下別人也不錯 那麼不過談到這個曹格 就是這是曹格 那這個就是曹格的太太 吳樹林 前妻的應該現在 對 現在前妻 是是是 那請教一下這個志偉 聽說跟酗酒有關是吧 其實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不可考 因為兩方都沒有講 而且曹格說他已經戒酒了 那只是有沒有真的戒 這個我相信他自己跟他的家人朋友 比較清楚 那先講一下就是說 因為曹格也是巨蟹座 可是他沒有像汪小飛講說 因為我是巨蟹座 所以被逼捷我才會暴走這樣 他是沒有這樣講 那所以巨蟹座的朋友 特別是男性 大家不要對號入座 但是因為我們真的來看 的確王小飛跟曹格 他們都是屬於容易暴走的人 就是脾氣很火爆 那做事情很衝動 沒有想太多 那特別如果我們要講曹格 其實他是金曲歌王 前途大好 但是他就是就是敗在這個酒 因為他就是十六年 這個有媒體幫他統計 因為醉酒鬧事就有六期了 就六次了 那他每一次呢 就是喝了酒 就是人家說你要看一個人 人品怎麼樣 就跟他喝酒跟打牌 如果打牌 牌品不好 那你要小心 喝酒酒品不好 那你要注意 因為怕他會打人這樣子 所以曹格他從這個十六年來 發生六次 你知道連天王劉德華都勸過他 因為他沒有喝 所以勸他說酒少喝一點啦 就是而且你喝酒就是小酌就好了 不要喝到醉這樣子 所以他喝酒喝到老婆離家出走 不理他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林志穎 不是有辦一個海島婚禮嗎 那就有邀請很多他的好朋友去 那當然吳樹林跟曹格也是 那那時候的曹格 他已經有講過說他要戒酒了 但是結果去了這個人家結婚的party 還是喝的大醉 而且還在現場鬧事 那你是不是讓這個吳樹林很沒有面子 就勸也勸不聽 所以就回來他就離家出走了 那所以在他們這個共同的離婚生命 裡面有講說後半段的婚姻 因為他們的人生態度 以及他們的這個生活的價值觀都不一樣 所以可能這個婚要再維繫下去 也是彼此痛苦 在家裡吵架還好 對 在公開的場合在那邊很失態 真的會讓自己的演藝辦非常的尷尬 當然而且因為我講了他他包括說他的演唱會結束了開慶功宴 在新加坡也是喝醉酒然後還跟人家打架 然後還有他好朋友在香港側田 兩個是好朋友也是喝酒喝你們然後打架然後登上社會版面要互相控告 然後就連這個今年其實也是 曹葛的新聞不少 不少不少 應該說去年 這會不會是要搶版面 怎麼可能用這種方式搶版面 這個真的非常非常地負面 提醒飛訓你要搶一點版面 對啊 他even就是說我覺得可能對他來講 他也覺得他自己很無辜 因為去年的時候我記得他去在內湖 就是去喝一個雞湯 然後那個雞湯 因為他是全部他人是沒有用水 他是用酒 用米酒 所以他裡面的不管雞湯或是任何的補湯 都是強調我是用米酒去熬煮的 所以他就在那邊有喝 那其實你喝那個湯 就如果不生酒粒的人 可能喝一口兩口 你就有點暈了 但他不曉得喝幾碗 在當下也跟人家發生衝突 就是有人看到他要拍照 那他不願意 覺得你侵犯我的這個隱私 所以就有 就是有吵架 然後後來就是被網友破案網說 你看曹葛又喝酒鬧事了這樣 我沒有喝酒 你怎麼可以說我喝酒 我是喝有雞湯裡面的酒這樣子 全部米酒去做的 所以你想想看說他一路這樣下來 不過這我也要提醒一下 如果真的這個雞湯是這樣的話 那有開車的人真的要很留意 是 因為你搞不好你喝了以後 你不知道那個是有很大量的酒精 你很容易酒測不過 是啊 酒測不過現在是公共危險罪呢 當然當然 那當然他是沒有喝酒開車 所以我是提醒一般人 是是是 所以張大哥你要知道就是說 他發了一個重事 很重很重的事 就是說二零一三年就是他因為又就是去臨自己那個婚禮 喝酒鬧事了 對 所以他呢 為了要挽回老婆 他就剛好就是有一個活動的記者會 他就有 大家就問他了嘛 那你還會再喝酒嗎 他就說我不會再喝酒了 喝酒不會 不喝酒不會死啦 但是失去家人我會死啦 所以如果我在喝酒鬧事的話 我就拿出一千萬捐給慈善團體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三年 這個是他的宣誓 對對對 那只是為什麼你如果說喝酒暴走 這是一件事 那最主要是說 我覺得他的情緒控管 應該也有一些問題 所以他可能要靠喝酒來麻醉 或什麼的我不知道 所以他呢 在去年前年都有 那個新梅姐不是也無端中槍嗎 對不對 就是說他就突然發了一個 在他的社群發一個說 就指明 指明藍新梅 你不要帶我老婆去一些 不該去的地方 然後呢 在去年的時候 他也發了一個案子 太太在外面是不是有別人 但是他後來又秒三 所以你常常就是不經思考 你一氣 你就這樣子暴走了 這個行為其實跟王曉飛蠻像的 其實這都不是不能怪他們 因為這都是巨蟹座 我不敢這樣子講 是因為星座的關係 這個人也是巨蟹座 等一下這大概可以問他 去買瓶酒 對啊 所以等於是說 最後當然曹格跟他的太太就是離婚收場 對 那他們要離婚 有什麼蛛絲馬跡嗎 其實當然有啦 其實應該講說曹格 他跟吳樹林的交往 其實你說小雲一八零 其實吳樹林比曹格高 但是他還是娶到 吳樹林比較高 對 吳樹林比曹格高 對對對 比他高 我知道 只是說他有比那個小雲高嗎 沒有 沒有比小雲高 我是說小雲算一八零嘛 那他還是可以有一九零的來追他 你有打球嗎 沒有耶 你不是國家隊啊 不是 開籤道 有沒有 你這都浪費啊 這就是我的另外一個困擾 大家都以為我打籃球 對啊 我們要找到一百八十公分的女性 不容易耶 比較少一點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